第五場 四分千四 另一組的賽事 三天的頭關 看來應該會有些部速 上一次快放的叫助力 瀟灑王子和鞋小子 甚至加上風彩 不知道十檔會不會都會搶呢 希望部速不會太慢 或者偏快 如果偏快的話 電腦3號有機會再一次賺到快部速而接近 看回這一匹馬 其實季內都已經在強組出現過 542 五零零 甚至四零六 三場都是用後上跑的成績 之前兩場上了千八和千六的時間 一場就在千八那場跟前 無緣無故未贏 上轉的跑法都未定 另外千六那場沿途跑了三碟 那場都沒什麼跑過 今次用回田泰安 希望你醒醒定定 好了 就看上一場賽事 是史卓鋒跑的 因為最近的線路湧區都被史卓鋒騎 這隊馬都曾經騎過 現在在內蘭 黑衣服 黃帽就是電腦3號 這場前面的步速很快 這隻威風將馬最近在泥地上名 還有 步速很久的轉數高 在這場中衝鋒陷陣追上來 其實這隻電腦3號都跑得相當好 前面翡翠陸更加要留意 前置馬內他都蝕了步速回來 僅僅輸的 你看到現在轉數高是多厲害的馬來 可以看看外面就是戴榮來 四隻馬都一直賺了步速 不是 四隻裡面有三隻賺了步速 就蓋上來 如期今場都有機會在這個情景 希望這個步速不要按得太慢 這隊的電腦3號和戴榮來 都是未交代的 都是求勝深切 而電腦3號呢 有個內檔 看看早段長次 是不是教你這個 引草比較長一點的A跑道 稍為長一點 所以這隻電腦3號呢 今場我會先選擇 而另外戴榮來呢 我會稱低一點給電腦3號 就是他沒有在這麼多強組裡面出現過 不過這次找到潘頓呢 我相信都是要拿捏這隻尺寸馬的後勁 所以原本輝都沒有辦法之後 都跟潘頓去試一試 也都可能是馬豬要求都未定的 上一次一樣是跟電腦3號出得好 所以呢 大家選擇的你叫的差不多 都不再多說了 而2號燈膽精英呢 這隻就 上一次都還可以給個藉口 因為那晚的谷草呢 7月3號那晚呢 是很不理後上的 沒有什麼馬可以在這麼後位置追上來的了 所以呢 臨場的那些票都比較軟弱些少 今次回到田草了 前一次就快放走不利地了 始終都是跟勝利風範 正陽清風那些叫做 跑近那場都不頑的 這個路程呢 都曾經呢 在這個 上季 前一季的時間 都叫做 提上個名 啊 對不起 上季 上季初 折著雙頭拿得狠那一場 那 都是啦 他估計雷神跑這隻馬 一方呢 他未必會太豪的 在中間位置 希望 都叫做可以近一下 買VIN呢 我覺得不直播 拖著吧 而另外呢 第4選3號馬叫做力 正正上一場了 選了同程 怎麽只得一場呢 就是 這個路程呢 他上次一跑馬上名 前一次呢 他就是蝕了三碟 那上一次呢 快放之日呢 回來都不太斷 重視呢 7月1號呢 內蘭前置很大的優勢 但我相比起呢 今場的前置馬 包回一隻呢 就選他 加上季初王子 既然黃懷小子呢 他們用力一直較多 二來呢 長力呢 即是黃懷小子呢 不太夠 所以這個叫做力 試過都是快捕速之下 回來不太斷呢 那今場 他也都未必要跟你搶放 擺頭 他可以搜三四位 試一下都不定 所以呢 他試過快捕速上面 之後呢 包回一隻的第4選 而另外今場其他馬的 順二寶 上一場都是很快捕速的 但是 他真的充勢不夠 不過今次叫做樂斑 但是近幾場我方武 覺得就一般 而另外 超瀟灑 也都是了 上一場就在7-54那場 轉數高 跌到3號 他也是跟快捕速回來 是不追的 所以我就調低一點 未試過在這個 逆境裡面 跑得好的 所以就 沒有要到他了 在第五場的時間裡面 選擇了八路的電腦3號 10號大榮來 而是燈膽精英 和收碼叫助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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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門 還有 我